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脸猫猫姐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 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一定会有新的应用诞生 改变行业格局 这需要互联网厂商们积极探索 用户层面 时长几十秒的短视频的天生属性决定了 其不能为提供层次更丰富的信息 用户留存率面临瓶颈 这时将长视频与短视频 小视频相互结合 无疑能满足用户所有的碎片化需求 优质PUGC和专业内容 资源的匮乏 成为中国YouTube迟迟未出现的根本原因 赛道突围的差异化打法 众所周知 YouTube通过丰富的内容生态 建立起了强大的优势堡垒 内容成为复刻下一个YouTube 从拥挤的赛道突围 最关键的一项能力 作为国内最大的长视频平台 爱奇艺在爆款内容IP的打造上 嗅觉灵敏 推出过隐秘的角落 爱情公寓 五破冰行动 连起攻略亲爱的 热爱的等爆款剧集 中国新说唱乐队的夏天潮流 合伙人等综艺节目 以及最近广受欢迎的现象集 青春有你二真人秀综艺 其实不仅体现在优质长视频的推荐 引入上还在于用户使用时的细节设计 在长视频下方添加衍生短视频 吸引用户打开 在短视频下方推荐长视频 引导用户进一步观看 了解完整内容 另外AI技术 算法也成为平台使用体验 好坏与否的关键 比如 YouTube会通过算法 分析用户观看记录 以及当前视频性质 自动推荐新的视频流 还会推荐时长更长的视频 提高用户观看率 留存率 除了YouTube这种常规式的算法 随刻在AI赋能方面 还涉及个性化推荐 兴趣体配 提高画质 AI沉浸横竖屏无缝切换等延伸技术 内容生态的关键版图 随着移动互联网红利退去 发展较早的长视频行业 用户数量已经走过高速增长期 进入稳定增长的阶段 一边是早已教育成熟的市场 一边是蓝海市场 有待开发的新兴视频市场 爱奇艺推出随刻在情侣之中 除了外部环境的变化 用户需求策还发生了一些变化 爱奇艺高级副总裁葛宏告诉极客公园 基于优质IT的二次创作 二次消费是一种非常强烈的刚性需求 在随刻上体现的尤为突出 葛宏举了一个例子 青春有你二热播期间 随刻针对青春有你二精彩片段的二次创作热度一直攀升 一位喜欢Lisa的YouTube博主 德国小哥DukeDuke 找到随刻 创作了很多Lisa相关的reaction视频 葛宏强调相关的例子还有很多 随刻品牌升级当天 爱奇艺CEO龚宇称 过去十年 爱奇艺打造出了爱奇艺品牌 覆盖电影 剧集 综艺 纪录片 动漫 儿童等各类长视频内容 未来 我们希望打造一个新平台随刻 让千千万万的普通用户 中小团队等也可以创作 分享优质视频内容 据了解 随刻作为爱奇艺之外的独立品牌 并不是在创作一批原创IP 或创作出一批与爱奇艺差异化的原创IP 而是基于爱奇艺已有的原创IP能力 承载更多的二次创作 二次消费 来聚集用户圈层 形成对应的PUGC生态 随刻补全了爱奇艺在优质IP等 长内容生态之外的能力 为爱奇艺优质IP的二次创作和消费 提供了一个承载社区 并且 随刻除了承载用户消费 二次创作视频外 也会承载用户对其他短视频的需求 这些需求是客观存在的 所以 用户在随刻上会持续消费自己感兴趣的内容 葛宏说 换言之 爱奇艺通过随刻弥补了内容生态建设中 PUGC中短视频这个重要板块 同时还将爱奇艺赞与时 综艺等尝试评优势带入随刻 使得内容IP得到最大化利用